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6月5号星期一 中国军舰奉命撞击美军军舰 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要开战的一个信号 因为为什么 你看俄罗斯之前也是俄罗斯的军舰 然后由美国英国的军舰过去之后它就开撞 然后如果有英国的军舰开过去 俄罗斯直接扔了四个炸弹下去 这都是在欧欧战争之前 基本上你能看出来就是俄罗斯已经做好了 就是说不行咱们就开干准备了 才敢这么做他不怕擦枪走火 中国军舰当开始这么做的时候就很明显 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不怕 也不担心在台海周边跟美军擦枪走火了 就是说那不行的话就打 6月3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中银号驱逐舰还有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号 汇卫舰一起协同穿过台湾海峡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地全程跟肩警戒 然后在加拿大军舰上 加拿大环球新闻网的记者 麦肯吉格雷说 格雷他说他在舰桥驿上目睹了中国军舰 突然改变航线 以相当快的速度从中云号前横切过去 他说这个不准确 他实际上是朝中云号转过来了 但是中云号也紧急变线 所以躲过去了 如果不躲的话 其实就撞上了 蒙特利尔号的舰长蒙特福德 只称两舰最近距离的时候 当时不到150码137米 指责中方做法不专业 美国侦察机在南海对中国抵近挣扎 也被中国歼16战机驱离 说这也是不专业的拦截 只称中国不专业 中方的说法 他说这个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拦截 因为我军我舰奉命撞击你舰 所以专业撞过来了 非常专业 撞得很准 你躲了你不躲 咱们就撞上了 所以没有什么不专业 这非常专业 当美加军舰进入台湾海峡之后 跟肩警戒有三艘中国军舰 包括一艘052DL导弹驱逐舰 和两艘056型导弹护卫舰 中国海军最后是052DL导弹驱逐舰 通过无线电通知加拿大和美国舰艇 说你们正在进入中国灵桶 请立即改变航向 否则将发声相撞 那咱们就直接撞 我舰奉命撞你你舰 美舰回应请远离美国军舰 这里是国际水域美舰有权通过 那结果中国军舰就撞向了美国军舰 就直接撞过来了 之前是无线电警告过来要撞你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出这个问题了 5月26号的时候 这几天前 美国空军的RC-135V战略侦察机 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 山东舰进行侦察 然后被殲-16战机驱离 美军拍摄视频显示 殲-16高速掠过了RC-135的机头 在去年2022年12月 美军的RC-135侦察机 在南海对中国进行侦察 中方出动了殲-11战机拦截 美方显示 殲-11最靠近美国侦察机的时候 只有20英尺大约6米 对于飞机来讲 就已经非常接近了 现在来讲 就是说 为什么是目前6月3号 这么一个时间点 是这样 美国中英号驱逐舰 和加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 已经在南海联合 进行了超过一周的活动 在南海附近 但是在新加坡 香格里达对话期间 美国国防部长要求 建中国威风河 最后也没有建 但是双方反正就是 在这桌子这过来握了个手 点个头打个招呼 就过去了 但是什么也没说 这个美方其实不是很满意 因为多次要求 要建中国的国防部长 最后一直也不行 我刚才说的威风河 说错了 李尚福 换李尚福了 之前是李尚福 换李尚福了 说到李尚福最后也没见面 我刚才是不是说上威风河了 什么 那不好意思 口误 李尚福 说威风河 说习惯 然后 所以在新加坡里面 他对话期间 又忘了这个问题 美军有点不高兴了 就是说你不见不见 咱们就来一来 实际上就像中方施压 所以两艘军舰突然从南海转向 在新加坡里面对话期间 从南部进入台湾海域 向北穿行 直接横穿 实际上就像中方施压 说你看你不见 你不见 他确实逼迫中方不得不做一个回应 就是你要不要我们聊一聊 中方做了一个回应了 李尚福就是说 没有什么好聊的 不行咱们就撞 撞了这么行咱们开干 就开打就得了 聊什么 对不对 你能动手别吵吵 中方特色 对不对 中国特色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在新加坡相互里大对话会上 说为什么每次发生这种 就是说摩擦碰撞 都是在中国的领海领空的附近 都是在我国领海领空的 对不对 而没有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领海和领空的 这说的不对 在俄罗斯那边也发生过 对不对 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军机军舰 从来不在别人国家的家门口 进行这种航行霸权 我从来不到别人家门口去练权 都是你在我们家门口去练权 美方就指责中方不专业 说这样的 就是说非常的危险 容易踩中方容易打起来 之前我们也说了 说现在南海 中国不在用各个岛礁扩建 要建军事基地 美方不是不允许 之前我们也说了 现在很多人都说搞不好 中美没在台海打起来 现在南海踩中方先打起来了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有这个可能性 不管怎么让 自原子弹开始部署以后 从来没有两个核大国 同时拥有核武器的两个大国 而且核武器中 如果比较多两个大国交战国 中美可能就是说要率先成为两个核大国 直接交战 全世界的支服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打到这样的一场战争的话 全世界都会被裹挟进来 其实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所有国家都会受到一定的伤害的话 中美如果开战的话 这个波及面太广了 知道吗 大家都会受到一定会受到伤害 那么最后呢 就会有一个就是说责任方 就是说应该由谁来负责任 历史最后总是会有应该 就是说有一个交代吧 就让战争应该怪谁 那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 就是说美国也要想一下 如果是中国的 比如军机军舰 到了夏威夷门口去逛岛 然后你们餐厂多花打起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肯定是怪中国 对不对 就跟你邻居打架一样 对不对 比如说你住这个八楼 他住十楼 对不对 那你们反正这个吵架 如果呢都是在楼下吵起来了 还好 但是如果你楼下吵完了之后 然后十楼内跑到八楼来 跑你们家门口来接着骂 那这个打起来了 这个怪谁呢 那八楼的如果跑到十楼去 去人家门口骂呢 你有意思吗 所以呢就是说 如果就是说 是完完全全不在美国家门口 也不在中国家门口 是在太平洋上 不要打起来了 那这个呢 还能分一下 要是中国跑夏威夷去 打起来了呢 那就怪中国 那要是你跑到这个 这边来的呢 那有一定的 反正也要考虑一下 还有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要跟一个核大国打一场这种 正面的这种全面战争 那中方呢一直说呢 说这个承诺不率先使用的核武器 但是你要明白一点 就是说东亚这些国家吧 他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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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玩法 你没有 就说的时候呢 是是是说的 那当年跟俄罗斯的时候也是那么说的 那后来呢俄罗斯进来之后 他们不也是说什么 我在我国试报了一颗这个核武器吗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就就在这儿了 就是说我觉得美国呢 跟这种东亚国家其实都有发生过战争 对啊跟日本啊 跟中国 跟中国算是没有直接打 但是在超越战争上也也碰过 跟日本呢 但是呢也打过在日本 日本打的就比较多了啊 好几个地方打的比较多 跟日本打仗呢 是有一定的经验 跟中国打仗呢 其实战争上来的时候呢 也有一定的经验 他也能理解到就是说呢 这种东亚国家呢 这种打仗的这种方式 就轻易呢 他也不打仗 但愿打起来之后呢 他有他的一种一种的这种方法 和他一种呢 就是说 这么一种就是说一种精神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你这么打下去的话呢 最后你也要考虑一下 就是说最后的这个结果 是不是大家愿意得到的这么一个结果 当然我相信美军的打仗也是非常荣猛的 但是东亚的这种打法 它不是荣猛的一个玩法 它是一种 它有那么一种精神 你懂我意思吗 它就是这么一种精神 东亚国家永远打仗都是这样 你死三万 我死三十万 能换你三万个 我就觉得值了 东亚国家它从来都是这么一种玩法 你懂吗 就是说我如果死了三千万 你能死三百万 我觉得就值 所以你在跟东亚国家打仗的时候 你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 你懂吗 所以就是说 主要是这场战争值不值得 我不是说这场战争 咱们不说胜负谁输谁赢最后的结果 但是 你又传染战争最后谁赢了 双方都挺惨重的 对吧 都挺惨重的 你很难说 对吧 就这么个意思 你知道吗 尤其是当你拥有了核武器之后 就是说 你很难就一个国家完全消灭另外一个国家 然后自己没什么事 你懂吗 你还不像二战 二战到最后 反正日本没有核武器 你有核武器 你两个原子弹扔过去了 还好一点 对吧 说句实在的 如果就当年打日本 就已经到那种程度了 如果你没有原子弹的话 你真的想靠常规战去登陆日本本岛 你想想要死多少人 你有考虑过吗 对吧 中东岛打完了之后 他们最后说什么 他们当美军不就估算吗 说这样打上去的话 要是上去估计还得再死100万人 对不对 所以最后干脆就扔了两个原子弹 也不想再打了 对吧 但是前提是你有原子弹 它没有 才行 不然的话 完蛋真的是 那要血流成河的 所以我不知道 我希望还是能够避免中美直接开战 打一些代理人战争 其实就够恶心的了 你相信俄罗斯跟乌克兰 打一些代理人战争 打的就够头疼的了 对全球其实都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如果俄罗斯跟美国直接开干的话 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点 就是说美国要考虑一下 就是说如果在中国的台湾海峡和南海 中美直接开战了的话 那么你又没有想过 就是说俄罗斯那边 在欧洲那边会不会再有其他的 他会胆子更大 他会有更大胆的 让你意想不到的动作出现 那那个时候在那边你怎么办 当然了 有人跟我说 说现在美国的想法 就是要把中国俄罗斯一勺汇了 把一个有6000个原子弹 和一个有1000个原子弹的 两个国家加一起 有7000个原子弹的国家一勺汇了 你是要把地球一勺汇了 你不是 你不是要把中国一勺汇了 你是想大家一起 一块同归于尽 那是真的 那是大家同归于尽的节奏 知道吗 没有人这么汇了 没有把中国和俄罗斯汇一起 一块汇了 这没听说过 反正当然 有这种想法 这种勇气是可加的 这种想法是可以有 但是 我觉得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 我觉得就是说 下边有一些极端分子 有这种想法 这可以 但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 不能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好吧 那反正咱们 顺目以待 我看看 咱看看这意思 最近反正又开始 南海 就菲律宾周边 那时候越来越紧张 你知道吗 现在越来越紧张 咱们看看会不会打起来 但不管怎么样 我看 明年 如果不打的话 明年 统一台湾也差不多了 因为什么呢 就真的就到时候了 已经到这步了 就跟当初俄罗斯一样 俄罗斯那时候不就是吗 没事往什么下个一门口 练套拳 美国军舰过来就直接撞 英国军舰过来 要美国军舰过来之后 就撞你 就还好一点 英国军舰过来之后 直接四个炸弹扔下去 对不对 那英国就马上就迅速就跑掉了 对不对 那说明什么 就说明准备就要开打了 一到这种时候 就说明太阳现在决心要打了 已经不怕打了 知道吧 这中国现在到了这种时候了 就已经很明确的 就告诉你 我已经做好准备 要开战 要不然的话 中国是不会就是转过去的 只要中国军舰朝美舰转过去了 那就是说白了 就是说 那他们就 那转时就想好了 就你要不躲 咱们撞上 那就直接就开干了 那从这就打起来了 然后第一批毒刺导弹 已经送到台湾了 然后我今天看到 美方在帮助 让台湾就是说 好像弄了这一张 Link 22 就是完全加入了 这种北约的这种军事建构当中 这样可以就是说 方便的在战斗的时候 美国和北约的能够迅速的参与进来 能够对台湾军队进行有效的 这种指挥帮助信息 全部都进来 所以反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老习不知道老习能不能意识到 就是说今年或明年打 你还有优势 如果今年或明年打的话 就是说美军不参与的情况之下 你几乎可以说是摧枯拉朽一般 就打完了 就好像2014年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 但是如果明年年底再不打 等到后年的时候 就即使美国日本不参与的话 你可能也跟2022年的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 打到你恶心 打到你想吐 打到你后悔 所以留给习近平的时间 其实不是很多了 那就看老习能不能想明白 当然了 就是说你打的话 肯定对你有伤害 美方现在其实也在逼你打 你打了之后 我对你经济制裁 经济上就把你打压下去了 对不对 当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陷阱 但问题是在这 就是说 有的时候 这个陷阱就是说 你往里跳也跳 不跳也跳 就跟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 你跳也跳 不跳也跳 现在美方把你逼到这个份上了 就是因为你现在不跳的话 这陷阱后门更大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 看老新什么意思 好不好 但是非常非常的明确 就是说中方 中国军队现在已经不怕 在台海和南海跟美国开战 已经直接就转过去了 跟当年的俄罗斯是一样 所以 这个就是说 实际上这就是俄乌开战之前的 非常明显的信号 那这也就是说 老习要打台湾之前 非常明显的信号 好吧 那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